各位網路電台的觀眾朋友 海來外鄉親大家好 我們現在接收到柯正宜 柯老師上次在說對日本的基礎教育 講到他中學的教育 跟人生的教育 柯正宜老師在說教育 都講到經驗修的問題 跟他說得很輕鬆 現在來這個話題 相信大家都很有興趣 因為過去我們都沒有去研究這頂國民黨的高官 這些的夫人們 其實我們說不要插衣 那個十五人的事情 但是我們台灣的戰鬥 很多都是十五人在後面折騙到 真正重要的角色 反正我們台灣會死在一個官夫人的手裡 也沒聽到 例如說頂戴選舉的時候 那個苦苦嫂一一出來騙票 騙得很成功 是不是台灣就這樣輸掉了 現在我們對阿公的苦苦嫂 因為苦苦嫂開始來分析 分析才會夫人們 她的面相跟她的一些軸胃了 我們先看一下馬夫人 她是不簡單的人物 第一個我們看她的眼睛 她的眼睛 透透 稍微透霜 透霜 那我們聰明的人都知道 透霜的比較沒錢 還留一點三角形 那是年輕的時候還沒有 那最重要是為什麼說她這個人不簡單 因為你們要先瞭解這個馬先生的背景 家庭背景 她孤兒 上面都姐姐 全部都女兒 像賈寶玉 你要知道 要在這樣的家庭 做她的媳婦 你如果不說很窄的 那四個大年孤 大家都很厲害 對啊 你不看她那個馬大姐 講話那麼犀利的人 她媽媽也不是簡單的人物 要嫁到這個家 又是她的孤兒 要去做她的媳婦 我說真的不簡單 她有辦法把這四個姐姐跟一個婆婆 把她關掉 我就是我 我就是這樣子 我要做什麼 問人我愛 我要怎麼管 你們都沒有意見 所以其實她是把她自己切割的很清楚 很簡 所以你看她走路 你會發現 其實她走路算快的 她走路算快的 做事情她是有一個決斷的人 那她的手段跟一般人比較不一樣 是因為她走的是什麼 逆向方式 譬如說她一開始就講一句話 我從來沒有講過馬英九是好人 我從來沒有說過 她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她也不會關心別人的人 她就是不關心別人的人 其實她很清楚的 在語言上已經跟這個人做切割 當她在做切割的時候 大家看得很清楚 就表示她底下還有什麼事情 其實她就是知道她也不會 她說我跟她不是成熟啦 那也聽過說馬先生那時候忙於政務 回到家 但是她的小孩子要幫她抱 她兒子沒抱 她兒子沒抱 就是不讓她爸爸碰她 就表示說她們家其實是以馬婦人為中心的 她這個公子基本上是她兒子的老母的兒子 你聽到嗎 我是你的老婆 没有错 可是你不是很完整的我的老公 所以他在这方面 他切割的很清楚 所以他也让大家说 他是他我是我 当他出来拉票的时候 连你都觉得他不好的人 都可以出来帮他拉这个票 他是不是也有可取之处 所以他这种逆向的方式 在做拉票的动作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脑膜深算 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而且他很重什么 对外形象 对外形象就是说 我去跑基层 那个就有点类似在走英国的 那个戴安娜王妃的路线 因为戴安娜王妃是全世界 都会看到他在做这个善事 所以他只要比照 戴安娜王妃的方式去做 戴安娜也是跟他们的皇家切割 我做我的 其实他某些地方 是我感觉上有点类似他 所以他就把这个形象建立的很完美 最完美的就是那个都然国小 他可以背的一个样 刚开始是都然国中 不是国小 你也的话是中国 所以他可以是很清楚的告诉大家说 我也没有这么挺他们 他很多小动作 他其实是非常一个聪明的人 所以基本上 你要说他的优点跟缺点 其实他已经把他自己的形象都安排好了 他让你没有话说的一个人 所以说这台湾女子要跟中国女子来 你要跟他拼 你绝对辞账账账的 你没有他的臣服 他的臣服很深的 没办法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聪明稀利 但是外表他就是 我就是这个样子 哭哭的你要怎么样 他就是 他就是直接告诉你 我的心象如此 然后我也不输给戴安娜王妃 所以我都在建立 我是个善良的人 这个是可以 因为你媒体 他们可以利用媒体 媒体来就是 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他不好 那我会常常会觉得说 那为什么 阿兵做总统的时候 一天到晚就一直挖人家的儿子 人家的女儿 隐私 为什么这个 他们家的人隐私 为什么都不去挖 你可见就是说 我们台湾是一个不公平的国家 你去骚扰人家的子女 为什么同样这个人当总统 他的子女可以向暗无视呢 所以我觉得说 常常会让我们觉得说 因为他们是高级外省人 所以他们不可以去骚扰 因为他们太高级了 这个是我们的教育 给我们一种很可怜的 台湾人就必须要承认说 你用欺负应该啊 你就是被欺负就是活该 因为你们就是台八字 你们被欺负你们有话说吗 所以我常常认为说 一样有地形的人 我们要跟自己讲 不要跟别人讲 跟自己讲 我们要站起来 我们要有尊严 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你看担地中和黄瑞晋 黄瑞晋 黄瑞晋在那里设计 很多人就结婚了去留学设计 刚才八度八度就在那里设计 那都很正确 就因为他们老板是担水病做总统 他们会把他担起来 要回来生 说不可以在那里生 这个事件 你看那个 媽姨叫她前來後 她兩個女兒都拿美國籍 甚至是中國籍 她就說 如果小孩離開手 我的事情讓她自己去選擇 人家都沒有第二句 她女兒去中國找一個大師 來這裡放豆筋 豆筋的煙味 說什麼量的 煙味結果放出來豆筋 都全黑煙了 她是大師 她把馬英九很完整的表現出來 馬英九就講那樣子 瘦瘦了一條 瘦瘦 瘦瘦 不然為什麼美親婦人對她那麼不滿 肯定是有些地方功能不是很好 這比較瘦弱 為什麼他們可以 我們自己的台灣人的小孩 就要被受政治上的迫害 你看她回來 回來撈幾票 水澡 媒體都不會這樣 去旗 這樣多瑞士 你看陳信儀 人家已經做起床醫生 人家是醫生的 你也要跟她尊重的 你這樣去跟她抖 還用秘密攝影機 只要去看她去看水澡 怎麼沒有 這樣去騷擾 去跟人 這個是政治上的陰謀 這個陰謀來講的話 為什麼台灣人要去忍受 我常常覺得說這個不公平 其實已經很明顯 在我們的社會上發生了 那我能不在台灣 我能不在台灣 可是我光在日本看到這樣的新聞 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台灣人很厲害 很厲害 你看陳信儀 醫生 人家要去美國地域的進修 那個媒體就這樣 把她抖去美國 就這樣整路 就對她在美國的大路 這樣略攻 你覺得那個 我說好可憐 那些媒體 坐在那裡 整隊都說 今天如果沒有什麼主題 我早不知道要找什麼 大家在無聊 在補婚 在那裡玩手機 有一個說 啊 我想到 有一個 怕對我來 他們就去浪 陳信儀 他剛才跟人家 他抖光了 好 他就出那幾廟前的抖光 就在電視裡面 日式休息 每次幫他抖光 幫他抖光 那過了 喔 他的抖光 跟我們妹妹的兒子 那時候小學一年級 說媽媽 我終於找到一個 比你還要兇的女人 哈哈哈哈 那實在有一個悲哀啦 對啊 我們現在 苦苦掃光好了 我們來講這個 副 副總統的 這個 這個叫 五吞衣 五吞衣的 這個 他們都夫人嘛 夫人們嘛 五吞衣夫人 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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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很漂亮 我們要先講 他跟苦苦掃避起來的人 他生這個避起來比較漂亮 一個人漂亮什麼樣 好 像我們那個 丁美節也很漂亮 你穿得很高 對啦 還會怕人 哈哈哈哈哈 苦苦掃 他的美是美在於他的心 有個性 你拿他美責 對一般的女人來講 他沒有辦法像他這麼美 所以他能夠吸引我們的馬先生 可能就是他長得比較沒有那麼柔 因為馬先生 馬先生他需要是陽剛味的人 我們比較清楚就是他比較 馬先生個性感覺上是比較柔 可是他的個性是硬的 他不像我們看的那個樣子 外柔內鋼 他沒有 他應該是內奸 溫良 溫良公檢上的包裝之下 那個是他的教育 從小人到大間包裝來 但是他的內奸 他是一個講了就算 他不允許旁邊有別的聲音 所以這一點誰最清楚 他的老婆最清楚 所以老婆都好啊 你要怎樣 你自己去做 後果自己去收拾 你覺得他媽就是已經 自了解這個人的個性 你懷疑怎樣就做你怎樣 你不要把我扯下去就好了 為什麼他老婆最清楚他 那我們再講一下那個副總統 應該是 我們寶寶寶寶寶有個U 這個U 現在很流行叫做 英文叫做X先生 這兩個感覺很夯的 每天都報到 我們寶寶寶寶這個字唸U 二聲叫吳 然後就是英文叫做X 如果把它用為大陸的簡字叫Y 它裡面有很多韓義 就在營業某一個人 這位姻母 我們說真的 他們年輕的時候 真的是郎才女貌 男的真的帥 女的長得真的很漂亮 這個老婆很美 那 可是 我們要知道 當你要做官夫人 尤其是國民黨的官夫人 我跟你說 一台灣人 蔡令儀 蔡令儀 蔡夫人 你只要是台灣人出身 你要在國民黨裡面做官夫人 我跟你說很辛苦 非常辛苦 所以他是 一定要去巴著每一個人 要去巴結 討好 討好 慘妹 對 才能夠在這個裡面混 因為這些官夫人 其實他們 我們不要講 因為可能大家沒有機會遇到 那我在日本是剛好有機會 我是參加那個 那個 中華 中華 中華那個同鄉會 我們是台灣同鄉會 一個中華總會 那中華總會的話 他們都是這些官夫人 那這些官夫人 人家說真的 他一定會先問你的出身在哪裡 如果你說你是台灣來的 他們就會有點 沒什麼差異 冷冷 台頭比較冷 一個時候在日本 在日本 當時那邊那邊 他們也是剛好要選舉 他們就會請客 不用錢來這裡吃 那這些官夫人的 我們講他是很現實 所以你要把你的老公往上推 官夫人的力量是很大的 因為你要私底下去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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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打點 打點 那這個蔡麗 這個蔡夫人 這個吳夫人 蔡小姐 X夫人 這個X夫人 他有個地方 就是 他應該怎麼艱苦來的 等到他某個地位到了 我到這裡的地步 我這個地位到這裡了 我是不是也可以回收一點 我當時付出了這麼多 所以他最愛做的就是算命 他最愛算命的 對 那他也很相信說 老師給他的指點 讓他的老公能夠一路順風 當然他也是有 當然這個 X先生也可能有一些 以前在做官的時候 一定會有官司問題 但是他就這樣弄過 那夫人當然也是 私底下有擺政擺法擺什麼 我們不清楚 但是很認真 很認真的替他這個 先生做 但是他有一個缺點 你看 他的臉書是很漂亮的 對 可是他有一個缺點是 他 沒要看清楚 他說他在大場合當中 他在幫人家 拉票選票的時候 他常常是 就是不該說的說 嗯 不該講的講 嗯 有時候會變成反效果 弄到後來 大家就 拿他的餘病嘛 對 那時候在做服選的動作 好像有一些話不能講 他拿出來一段講 對 他好像講說是 蔡英文好像 動用了多少錢 這個 他開了一個公司的問題 那他以為他這樣子講 人家會覺得說 哇 你幫你老公好多忙 可是你要知道 你的身份地位 因為你的身份地位 是當副總統的夫人 要當這個方面的話 你沒有出家出來說這些話 對 所以你是要往後 分析啦 說話的分析 所以就等於是說 他會不會在這個官夫人裡面 遭總遭太多的時候 他搞不清楚 嗯 他搞不清楚 他該有的跟該說 跟不該說的地方 那最近他可能會有一些問題出來 而且還蠻大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可能接下來 就是會影響到整個 連他先生都會有被整個挖出來 有可能是這個母人 這個母你替他遭總 他也有可能 他會不會說沒有經過吳先生同意 或是有經過吳先生同意之後 再來引見給林醫師 這些我們現在都還不知道 對 要等到真相出來 所以我們才能夠了解 對 但是這些隱喻 基本上 人家都要跟你說出來 就表示人家已經手上 握有很明確的證據在裡面了 對 那他 蔡令儀跟這個沈若蘭 嗯 我們說那個林思一的媽媽 他們兩個有點等一同的個性 對 個性都一樣 差不多差不多 給人家感覺有那種急躁的一種 過期在冰村的時候 他的標誕也是很急躁的那種個性 他就是很想要有一個組織 他們其實是很幫夫的 嗯 很幫夫運喔 他們可以在私底下 組織到很多一個團體 嗯 但在以後這個小團體裡面 你才是 欸你還要拿我急躁 衍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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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 對 兩個都很漂亮 對 兩個人都很台灣 嗯 台灣女孩子的特質的個性 對 過紅 過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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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算命 骨蠟燈 是 是 這個是我們台灣女人的優點 我要先講 這是真的 這兩個都 對對 這兩個人都非常有台灣女孩子的特質在裡面 嗯 可是 往往有一個時候就是說 會忘記 嗯 忘記說 有時候不說話 點點 比較沒事 對 啊不要去惹事 沒有禮的事情 要不要禮的事情 如果要禮的這些事情 因為你就沒辦法 一定會把事情越搞越大 嗯 那 我比較 有意見的是 其實是 愛家小姐 嗯 啊現在這個呢 X夫人 都差不多 啊 評論 X夫人接下來 她可能會下來的事情 會有點差別 差別非常的大 好 那因為我們現在看到電視的照片 她過期的照片 是不準 不準 你要看她現在沒錢的照片才比較了解 因為 她目前如果說 比較散下來 對 那如果有比較瘦下來 那可能問題就很大 喔 問題點就會變大 如果說她是比照片裡面 稍微還有福氣的話 我們可以講 她可能會低空飛過 嗯 這個東西 摺得過 為什麼 因為小孩有福態 我們最怕女人到了年紀的時候 這個臉沒有動 雙頰凹陷 凹陷 啊你這個骨頭 嗯 癢癢 其實這兩個官夫人 都有 顴骨喔 嗯 可是他們為什麼說 好名就是 有露包骨 嗯 這個肉 如果把這個骨頭有包起來 就表示你是內 你從裡面在幫阿扁 在後面在幫你老公的 如果你是 你骨頭是硬的 就像愛嬌小姐 她的骨頭是硬的 還有她的 她的臉是凹下去的 她是沒有露的 嗯 這樣的人的話是 你想幫你老公 變成人家搶老公的風頭 嗯 是你手 那個 對 那最近好像這個 沈若然 這個臉 可能最近 抄落了什麼 對對對 整個都散落 整個都貓下去 都貓下去了 可能又出來 不可以化妝 以前是很美 她也是漂亮 對 現在也很漂亮 是不可以化妝的 跟丁妹姐一樣漂亮 有的沒有啦 我跟她比 人家的官夫人 達官顯貴 我們這個游民 我是游民 對 對 一樣漂亮 我還要跟你請教 你怎麼蠻強調的說 哪一個人 你說他有點點胖胖的 反而好 瘦下去就不好 這樣 你對幾個人的講法 都差不多一樣 對 你要知道 你們四位當你走運的時候 很肥的 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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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她的行就是 我們說台灣人 是很可愛的 我們想拜彌勒佛 嗯 彌勒佛的鼻鼻 頭大明書 頭大記載王 對 啊這基本上就是 這個人給人 第一個印象就是 你是男生長這樣 欸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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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夫人絕對不能瘦 你說 那個 你看那個馬先生的夫人 他這麼瘦 嗯 三個這樣 我們說真的 紙片人 比較沒辦法 啊不過 美青小姐她是有她個人的風格 她很明顯的啦 她可以把那個馬先生的頭 往下壓嘛 我剛剛有講 你是瘦的 很強勢 你是瘦的官夫人 都站在頭前而已 嗯 就像林毅絲姨妹也是嘛 那家小姐都站在頭前嘛 嗯 一定是 一定是搶風頭的嘛 嗯 嗯 一定是把男的壓到旁邊去 嗯 那為什麼說 我剛才說 她雖化鼻鼻鼻的人 就一點露的人 她基本上 她比較 能夠把她的缺點 掩蓋起來 嗯 嗯 至少你的那個顴骨 這有肉 有肉 你就比較沒 感覺上說 這個人的面相 這樣 骨頭骨骨骨很怕 這樣 好像比較強勢 這樣 你有包住的話 就覺得說 感覺上還比較柔一點 比較柔一點 嗯 那兩個人 我們講那個X夫人 嗯 X夫人的眼睛也是 雖化透透 哦 也是有 那這樣的人 她基本上 我剛有講 因為可能教育環境不一樣 對 她是台灣的這邊的話 嗯 她比較 很傳統的女 對 非常傳統的女孩子 所以她在某些工作 某些地方 眼睛比較凸的人 她比較容易 觀察到 重點 嗯 看事情比較厚 比較厚 所以 她也會在這邊 切割進去 可是會不會有時候 切割得太快 嗯 或是她想說 這樣的話 我們就都做到這個地步 欸 我老公 第二把交椅啊 你說零四義第三把嘛 對 阿姨 你看他有 那個 忘夫命 可以把他的先生 忘到當皇帝 阿姨 他如果自己不要厚 叫我 目前來講 這都搬出來的話 嗯 真的與他有一點點關 接下來的話 我想說 要做皇帝 可能要稍微 要從長記憶 對 要從長記憶 可能我們對南部這方面 這個 不了解 黑箱作業的事情 我們真的 我講真的我不是很了解 但是光這樣看的話 這個傳統已經是 長久以來就有了 幾十年來就這樣 對 對 那已經是根深蒂固 那不然 那天 什麼人在 不知道 不知道是 X先生還是 X先生講 這個是體質的 體質的問題 這要重新從體質 他講這個 這句話是對的 要從體質來改起 要不然的話 會有很多 臨癒性 一直會遠遠不斷有 有臨癒性 門都會顯現出來 對 馬先生 如果遇到什麼事情 他可能都會打給 某一位 小刀先生 所以他在 這些發言當中 我覺得應該是 有人在後面 跟他講說 你這樣說 台灣人比較愛聽 台灣人比較喜歡聽 你講出來就好了 對 你要不要做 我們再來看看 如果台灣人這個 這個風聲 過了 我們還是一樣 體質上 兩三個月以後 又過掉了 風頭就過掉了 兩三個月 台灣人很好騙 好騙 如果不記得 就像其他人 一樣 我們還是在體質上面 所以他們 有沒有 有這個心來改 有這個心 這個體質 這個東西 說得難聽了 也是你國民當傳下來的 對啊 你們製造的體質不是嗎 是啊 你到現在講這個問題 我覺得有點 你不要跟我講說 這個是 那個什麼 李登輝時代 上次票誰講說 是李登輝時代 就有了 我聽你在 我聽你在 你放手皮 我聽你在放手皮 怎麼可能 這個根本就是 你們那邊的人 帶過來的習慣 我們台灣人 那個時候 老公的時代 日本時代有可能 有什麼事情 我告訴你 他們來之後 我們就接受 什麼湯槍、鹽槍 什麼槍、什麼槍 什麼槍 公公民事業 日本人放下來 他就 裡面有經驗的 都是秘密殺 じゃない 然後就在禮拜 全部殘暖 肚罪 誤查 他們小3的表哥 小4的表弟 有一些人 有比較心 stakeholder 插入裡面在做主任 以前都安排他們 不然他們一群一百多萬 這邊兩百萬的家管 帶來一個要載兩百多萬來 所有的工科機關都能占掉 所有的日本宿舍都能占掉 什麼好坑的都能占掉 都變他們占掉 接過去之後他們就想過 我就坐著這個胃 你如果要什麼胃就要帶人家來 我們台灣人那時候 不知道什麼叫紅包 你本時代沒有賄賂 沒有賄賂 現在說你要叫我自己辦事 你就要拿六千三百萬 走路公 那時候是說梅渣會走路 要油 上油到下油 現在就不煮去 就要給八千三百萬 要油 要不然馬上就斷路 這就是中國人的標準 這完全是中國大陸 共產黨也有這條 我常常講他們是兄弟 他們完全是兄弟 從小學我頭做的時候 奇怪 我們不能再加第一名 對啊 台灣人再加第一名 我給老師拔到這樣 把他拔出去 你不能 你是台灣人 怎麼可以考第一名 你把那個第一名給那個外省人 那個小孩 讓給他 為什麼 因為他的小孩的爸爸媽媽有上類 對啊 他也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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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的爸爸媽媽有來頭的 對 他怎麼可以輸在一個 台灣女兒的小孩 所以說這就是台灣人的 台灣人的鼻子 現在我們來說 他現在深陷這個痛苦當中的 淋浴水的漂亮 沒有 他說現在人家說 他的臉很深陷子 以前都化妝和這樣 讓人看都沒有 就漂亮 現在坐著沒有化妝而已 我今天電視又看他看得很差 沒有啦 幾天而已 那個叫憔悴 憔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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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到 他基本上算漂亮 我是覺得他 因為我不覺得 眼睛大大的 我不覺得女孩子有醜的 他說很漂亮 他真的還長得還不錯 我比較在意的是 他走路的行 他走路是連刀 我們走路會掃 你有沒有發現他走路 其實他是歐型腿 他走路會掃 他的兩隻腳是往外 從裡面這樣掃進來 我們說如果帶母 我們帶這種母 我們說這樣 走路外巴子 走路外巴子 會掃的這種 整個化掃了了 那 那 沒有人已經帶出來 人已經結婚了 這種人比較憔悴 因為要愛 你沒辦法跟他那樣 所以臨時 人家要交十幾年的 很多朋友 就讓他走在旁邊 他比較憔悴 那為什麼他敢搶 因為有講 你媽媽也是歐性的 只要我喜歡 有什麼不可以 對不對 很多外社 很開心就對了 很開心 很開心 台灣人如果有一種開心 就算今天就沒有人 這樣看 對 我們台灣女生都很高興 都沒有什麼用的那種感覺 很密實 可能家庭教育有關係 我們家庭教育有跟我們說 早餐的人要喝 對 要犧牲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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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把 一定是要你 尤其是大女兒 要犧牲大女兒 一定要犧牲大婚 你就犧牲家庭 你就犧牲家庭 你就知道我孩子 你就賠錢貨 給你吃飯 要不然我去帶一個媳婦進來 所以你就是老大 你就是要賺錢 要養弟弟妹妹 這個是我們的傳統下來 所以我們長女是比較辛苦 那外生的不是 外生的他就算說 因為他沒辦法 因為他戰爭 他戰敗跑到台灣來 他如果沒手就沒錢 對 所以說他們 不論男人還是男人 大家嘴都很會說 身體都很冷 很響 手段都很急 快很準 聽說 因為我不認識彭小姐 所以我對她不能講太多的 有跟沒有的話 我只認為說 這個女孩子 她眼睛很 她很會看 她很會看說 這個對我有利 然後她知道 在這個有利的範圍當中 我的個性 我的個性 在這裡發揮 人家會注意到我 所以要怎麼樣 讓人家注意到我 你如果說 以台灣的女孩子來講 說 人家嚇嚇不到 她就要比較胸 比較壞 然後聽說 開口閉口 都是問候媽媽的話 對 對 都漏臭的 都你在幹什麼 還有煙營又很大 聽說是這樣 那所以他們說 好像跑 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裡面 有四個都會 跟她一樣 開口閉口 就會罵這些話 那有人把她 一個綽號叫做 求愛四人主 因為那個字就是求愛 人家拍天 所以他們動不動 就在那邊求愛 所以可見我們台灣的 立法委員的 知識水準有多低 對 你可以在那邊求愛的話 表示那邊的人 也跟你差不多水準了 你就是興致病的 物語類聚 不知道 開口閉口 講那種的 這個女孩子 你還會覺得她很可愛 那表示你們家 也差不多這樣子 嗯 所以 這個女孩子 她可以用這方面 去引起大家 對她的害怕心理 嗯 為什麼 這個就是國民黨 跟我們告了 說那比較壞 比較大聲的影響 我們就黏黏 對 我們如果他起衝突 要告訴我們 如果他騷擾到房間 我們就是會躲得遠遠的 這是我們台灣人的悲哀 當你遇到不公平的事情 我們都黏黏 我們走中間 走中間 拖累 我們這樣 你看現在 台灣人這幾個爭議性的 這個 這個 電視上的 就是 這幾個 這幾個 官夫人們嘛 官夫人們的 那個面相 我們現在 我有一個人的面相 我 我要向你請教 就是說 這個 王金平 他的面相 你有感覺嗎 都很特殊 你看 他一路走來 他都很柔軟 很柔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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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先看他的眼睛 如果說有 大家在電視看 可以看到 那個 王院長 王金平院長 他的眼睛是屬於細長型的 細長的人的話 他 視力比較清楚 非常清楚 你會發現他在立法院 那個 綠軍 你怎麼變 他都慢慢看 淡定 他都慢慢看 他也不會是 支持男軍 他也慢慢看 他整個 他整個 他的職務就是這樣 既然是立法委員 我都要公平 公平 公平的話 這個人算成功 非常的成功 所以 你這個人他在基本上 他不去任何的 他不去偏頇誰的時候 他要對 我們說對 對 比較不會對 比較不可能 人家去找他麻煩 那接下來 他又是 台灣人出生的 對 他台灣人 台灣人出生的 光這一點 就幫了他的很大的忙 因為 郭民黨也有需要說 你看他現在 朱立倫 胡志強 郝龍斌 這些 很多人 青衣食 都是 外星人 第二代 甚至第三代 整個 政府的官員 都是外星人 國國會 什麼店 什麼店 都是青衣食的 外星人 奇怪 他幫你參加 兩個 台灣人 在那裡 其實 王金平跟馬英雄 說這些兩個 我們不能講 就是說 私底下 是完全沒有任何交集的 人本來就要選王金平 選做總統 對 他說他是黑金的代表 他說黑金平是黑金的代表 所以說他不能做主席 那時候他要選主席的時候 他就說 王金金是黑金的代表 是 這個 X先生是什麼代表 他喔 黑金就是這麼好的名稱 他們都被他王金平搶走了 那他接下來還有什麼金呢 黑金沒有黃金的代表 黃金十年嘛 黃金十年 黃金代表 我也不知道 我剛剛 我只希望他這一年 就可以趕快下來 不要再繼續 繼續丟臉了 丟他媽媽家的臉 他爸爸都在裡面 都快要被他氣死了 沒有 他老婆在那個 骨頭紅子 就起到會走 對啊 他會被背走 怎麼會去出來 這樣丟他祖先的臉 因為你根本沒在做事 你翻出來的事情 沒有一樣是好事啊 我沒有看 我只知道他有一個馬語路嘛 心裡毛毛的 還有為什麼不早點假 聽說你學會憋氣喔 跟那個土石流救回來的小孩子 我不是在這裡讓你看到了嗎 我把你當人帶 我把你當人看 把你當人看 我要教育你們 我要好好的教育你們 你來到我們這個城市 我要好好的教育你們 這些馬語路來講 對他來講 他從頭到尾沒有一句講得出來 他是總統的格調 我們可以這樣講 他沒有總統的格調 他所有的比較有像樣的話 我都一直在懷疑說 是不是有人在後面跟他講說 你講這句 你講這句 你講這句出來 可能台灣人會說 我們可以接受的話 然後他要把他怎麼腫瘤 把他切割 他的腫瘤就在 獨瘤 你說林醫師是獨瘤 你的獨瘤之前是麻痹麻痹 你還跟他抱在一起 對啊 坐那個機車說 這樣 好像最爆 對啊 歡迎到這樣 我們現在再來用另外一個站面來看 過去 那個花博 浩龍斌 這個花博 摸到天大地大 怎麼會都沒有事情 現在林醫師怎麼會有事情 是不是台灣人 就都會 讓人看說 你看這個台灣人 那個 黑色也黑色 比較漂亮 吃也切 要切得更乾淨 你看 你像我們高級的生人 你看我們花博 這都沒有事情 是不是有這種的 我一直在懷疑說 我們台北市 台北市的檢調 是用什麼方式去 對這個案子去看 我覺得不了了之的案子太多了 那會不會說 以後這個案子再翻出來講的時候 真的很難看 真的很難看 因為 因為我們家駐納附近 我又去那邊看看 你用那個寶特瓶 寶特瓶 去一間那個垃圾屋 那你賣嘛 你也在上面 弄一些顏色或之類 不要看得出來 弄得美美的這樣子 他就是很粗躁的方式 坐在那邊 他是這個垃圾屋要集議 那我會認為說 真的是高級外省人 他要怎麼貪 他要怎麼把這些錢 變成是他的錢 我們都不能有意見 我們要點點給他 我們來他你的錢 你要跟我們說謝謝 對啊 還要誇讚說 只有你們有這麼高尚的 高尚 這麼高明的手法可以 我們台灣人永遠學不到的 所以說 你們有時候 那個 6300萬 6300萬 8300萬 6300萬 還是說怎麼 那跟 那個花博 那個 台北市的 那個 什麼 那個 那個 高價橋 那個 什麼 那個 政管 對啊 說 一罐 人家已經過期了 說一罐 四千 多 高價錢 還是怎麼 那 你看 那些都沒有事情 還有 你看 那個 合適 六個螺絲帽 就要一億 一億 基本那些幾千塊 那些都沒有事情 要追吧 林毅市的 6300萬 8300萬 好啦 那個 台中 那個 夢想家 一夜 兩夜 就收到 收到 那麼多億 那些都沒有事情 奇怪 怎麼會獨獨 在這幾千萬 就 聽大聽大聽大的事情 就引導台灣人 一句話啊 你是台灣人啊 你是台灣人 你憑什麼 可以學我們的貪錢 我們貪的是有理啊 我們為什麼很有理 我們是外省人啊 我們來到你們台灣的時候 你們這些日本人的東西 全部都給你沒收啊 日本的東西就是我的東西啊 接下來我這麼多年的 日本的東西 還是我的東西的話 你們台灣人的錢 就是我的錢啊 那你們憑什麼台灣人可以模仿我們 嗯 我就覺得說 這個檢調單位 它是不是有一個公平公正的 看法 法律上 是不是我們重新還要再檢視一下這些人員 可能那些檢調什麼特徵租啦 你什麼租啦 那時候只能辦台灣人而已 他外省人他不敢辦 外省人不是人 他不敢辦啦 上面沒有下令說 你這外省人這你可以辦下去了 所以說你看 如果辦到的都台灣人 都台灣人啊 我很少看到說 今天抓去關的 有啦 也有幾個那個 以前的秘孫嘛 馬先生 你說移文喔 移文 沒有啦 幾六個月出來之後 唸秘就升官 又升官起來 因為他是外省人 所以他可以升官嘛 那當然我會認為說 我們很多弊案 不是就一件兩件而已 對 太多太多 光馬先生在台北當市長的時候 太多弊案了啦 那這弊案到現在 都還沒有一條條 都沒有查嘛 那其實他還是有官司在身 只是他現在只是把案子 厚在那邊 並沒有把它翻出來 再繼續講 那接下來 我是希望說 如果可以的話啦 他不只要改組 我像連總統都要換人 會不會對台灣人 有個更好的交代啦 這總統要換人 就是說我們的 因為這個 紅營火 紅營火 法官 他有在說 他說我們這個總統 選擇那一天 有那個大法官 在那現場 減逝嘛 結果這個大法官 已經進去 已經完了 再生的接燈 還沒有來接 在這個空檔裡面 他選擇說 這個總統的選擇 就是致死無效 對這樣的話 表示沒有人跟他作證 他要憑什麼當總統 對啊 沒有啦 現在 對啊 有這件事 那這樣的話 這個總統 他目前是無效的總統 對 所以我紅營火 法官 他一個人 他現在在 這個美國六三紀 LA那裡 當地演講 是 他說 他說我們台灣 現在進入的 這個總統的選擇 致死無效啦 因為他選擇時 大法官早就在他的選擇 政 他已經進去 已經到那天 那天有大法官嗎 沒有 下一期來的人 還沒有指定是哪一個 你在那個時候選擇 總統你來一百個 大法官來也沒效 因為你不是在那個 那個 剛才那個 關 就是我們那個礦檔裡面 沒有大法官這個職責的時候 對 他沒有辦法當到大法官 這台宣示嗎 他為什麼要 我去看就是他選誰 他在選啊 你一邊還沒選啊 我們台灣人 民進黨就不知道是沒有這方面的地績 還是說 條約國要放水 還是怎樣 那現在 現在我們台灣是處在 假裝有總統的狀態之下 無政府狀態啦 那就是黑党敵國啦 白手套 一個手是白手套 一個手是黑手套 這兩個手在抵抗 所以我們台灣也沒有國啦 平常說啦 只有土匪雅集團 來把我們 來把我們 沾沾到後 來把我們關西市 我們台灣人 就落執這項土匪雅的 這個 這個 秋年這樣 生不如死 我們還在繳稅 我們還有在 還在做兵耶 還在做兵耶 還在受夠用耶 對 我們高級的這些水晶 還在做兵耶 還有一些沒有的事情 其實我是覺得 像那個林醫師 他這是跟那個官商交結 他跟商人在交結 他貪這個 他所謂的 他說他是詐欺犯還是 都沒有關係 因為他是私底下 跟這個商人 這個商人 願意給他多少錢 這個是他們兩個之間的問題 他被抓OK 那是他們有問題 問題是 你光明正大的 貪我們的稅金 是跟剛才說的花博 對 還有SARS SARS 現在所有的便宜 藥 是什麼人的阿祭 在那裡 他都應該要 要排 要排掉 說 你在做市長 你的錢錢 不能去做這個 對 這個 這款的工作 結果他偏偏在做 SARS的時候 還是多少人 他還在做 那些人 他還在做 當中的大樓 到現在的事情 都沒有改改 都沒有人 給他一個交代 他不是想說 你們不是進來住了嗎 你們不是進來住了嗎 他不是想說 你們不是進來住了嗎 這就是 我們BI的台灣人 我們最好 你敢要 總結一下 我們剛才說 這個 評論的 那些官夫人 你看 現在當一個 是歐洲馬的 現在他的運 外形 看起來 我們都從電視看 我會覺得 X夫人 他最近運氣是最不好 他會成為 動所之地 大家都會針對他 他已經 表明你 摘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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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不要出來 沒什麼 出來的 還把那個案子出來 是那個 沈若蘭 他最好不要再出來 他在出來 他在亂講一句什麼的時候 可能他 會害死 他兒子 本來就一件案子 變了好幾條 一起出來了 都有可能 你說 這個 彭愛家彭小姐 然後 他反而是裡面 他運氣是比較好的 反而他運氣又比較好 但是現在看起來 他整個 瘦山樓 憔悴不堪 對 他是最容易脫罪的一位 他反而是在這裡面 他 基本上 他受傷會比較沒有那麼 慘重 沒有那麼慘重 為什麼 他這個臨死醫的媽媽 他可能 他問題比較多 是他 該說的 不說不該說的 口無責攔 沒有事情 他拿一家屁股去 害他兒子 對 人家是說給你美金 你一樣拖台票去 他說放火燒 他說 我兒子放火燒 對 這就是說 想要幫 幫 他兒子 結果越幫 他不要有任何動作 不要去講話 可能對 靈異意識更好一點 他如果在出現的時候 靈異意識就再隨一半 這個可能性還蠻大的 接下來就是 X先生跟X夫人 這兩個 這一個問題會慢慢的擴大 而且 不只一樣 一定有的 我跟妳說 妳有做過的事情 不是只有妳兩個人妳做而已 妳還有牽扯到別人嗎 別人給妳的錢 這個人給了以後 是不是 他還要跟妳聊 今天有證據在前面嗎 你今天弱藥的人不知 除非寂寞 你今天給人收多少 你中國人幫妳找多少 接下來是 中間跑的這個人 妳有沒有得罪他 這個問題很大 對 什麼叫小人 他就是這樣 好 今天很感謝 我們的靖怡老師 他在這裡跟我們分析 希望說 我們觀眾朋友 看電視的時候 可以認真看他們 中國人的官夫人們 你這裡的台灣雜貌 前夜那裡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客人 我們這樣來評估就好 今天很感謝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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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